医药零售终端行业及其供应商未来机会与风险预期 2021年我国公立医院药店公立基层医疗的药品销售额达到17747亿元 同比增长8.0% 公立医院市场份额最大2021年占比为63.5% 零售药店份额2021年为26.9% 公立基层医疗2021年为9.6% 阔湖未包含民营医院私人诊所村卫生室 据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为104.4万个 其中公立医院1.2万个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9万个 截至2021年9月底 全国共有持证企业60.65万家 其中批发企业1.34万家 零售联锁总部6658家 零售联锁门店33.53万家 单体药店25.12万家 总共零售药店约58.65万家 包含非联锁零售药店 终端市场2021年销售额达4774亿元 同比增长10.3% 2021年实体药店销售额达4405亿元 同比增长7.8% 不含线线上的平均单店 年销售75.1万元 2021年线上药品 零售市场规模已达2000亿元 网上药店零售额达368亿元 同比增长51.5% 疫情同样吹化了医药O2O的崛起 带动渠道连续两年 增速超过了100% 而O2O线上业务的崛起 也令美团 饿了吗叮当快药等平台的 医药业务急剧增长 这些平台的医药增长中 有60%到70%都是来自于传统药店 纯量的争夺 这对于线下的实体药店 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如今2022年 全国实体药店的客流 相比疫情之前 普遍减少了30%到50% 这些造成的今年一季度 有70%的连锁药店的供应商 在正常战期内不能及时回化 扩湖 中国药店的连锁化率为57% 且即便战期从90天延长到180天 仍旧有60%以上的供应商不能回化 这让很多药店连关门都不干 因为一关门将面临着 大量的预付账款和抵货 欠工资 欠供应商款项 全是应付项 2021年七大连锁药店 营收平均增长率 为从2020年的24.68%下降到15.09% 降伏近10% 其中大森林在2021年 第三季度利润首次出现负增长后 世纪度下滑了36.6% 数据平民在营收增长 14.7%的同时 经理润也下滑了46.9% 今年以来 建制家和数据平民等连锁 都在通过蒸发或举债的方式 维持现金流 从上面的数据看 不同线下渠道的竞争和线上渠道的 长时行业政策 疫情政策等综合因素影响 使得后续零售药店的发展将 不得不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整合 区域规模的调整 成本与投入的优化 来实现生存与发展 对于原来药店密度高的大中城市 会有大量的药店要关门 会有药店能源将在未来几年时间里面临失业 还会有药店的供应商会出现 资金链的危机和退出行业 改阶段的整合最终会类似美国 它将形成一定规模的垄断 扩乎 比如美国的前三大连锁药店的销售份额和门店数量 占总量比以分别达到85%和近30% 看看这些图表 看看这些图表 看一看对比的数据 我们非常需要理性 理性地看待 行业的市场和未来的发展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